利赫 宫哥生物小讲堂 一之一 接下来我们介绍除了糖类之外的有机物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蛋白质 因为糖类介绍完了 所以我从二蛋白质开始讲起 提醒各位一下 我从现在开始介绍的有机物 请各位都帮我注意一下 它是由什么元素所构成的 蛋白质是我们身体里面含量最多的有机物 不是糖类 是蛋白质 然后它的基本的单元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 相信各位有一些化学的基础 大概知道氨基酸的意思就是 这个结构会有氨基 还会有缩基 就是氨基跟酸 那么中间具有一个碳 碳可以加四个共价件 一个加氨基 一个加缩基 一个加H 另外一个加上一个侧基 这个侧基或侧链 我们又把它叫R基 这R基有20种 那么这20种R基 就让我们的细胞里面 大概会具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 右边是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里面 正好代表着不同的典型 包括福氨酸 它这边带负电荷 黎氨酸 这个地方带正电荷 斯氨酸的这个结构 它有一个OH在这 会带极性 白氨酸的这个结构 是一个非极性的结构 换句话说 蛋白质 它如果带电荷 具极性 这其实是水 通常会让它比较 具有水溶性的性质 然后非极性 通常会让它比较是 脂溶性 或是非水溶性的性质 所以蛋白质所组成的构造 或是单元里面呢 有些蛋白质是水溶性的 但有些蛋白像我们的头发跟指甲 是由脚蛋白所组成的 它就不水溶了 不然各位我们在洗头的时候 头发都被溶于水的多恐怖啊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张图来看看 蛋白质有氨基酸组成 那么这里面具有什么元素呢 碳氢氧氧 这都是老班底不用说 各位还有看到氨基嘛 所以还会有N 然后 这边没有列出来 这20种氨基酸里面有两种 还会具有硫 硫算是比较特别的元素哦 好 那蛋白质有氨基酸组成 氨基酸在合成的过程里面 一样是两个小分子 变成一个大粒的分子 过程会需要脱水 好 这个在我们上一支影片也有提到 我们身上的有机化合物 小分子合成大分子的过程里面 都会脱水 并且 它这个氨基酸之间的脱水 会形成一个很特别的间接 叫做太间 好 念起来有点有趣 我们给各位看真实的图 左边是一个氨基酸 右边是个氨基酸 它们分别会丢掉一个OHG 跟一个HG 好 所以就脱了一个水 这个反应我们把它叫脱水反应 好 然后 脱水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CO跟NH之间 这个我们把它叫太间 但是我们真的要描述太间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CN的间接 而是必须把这个CO跟NH通通放在一起看 的C跟N之间 好 要不然的话CN间还有包括氢间 那个氢化物的氢 那不是氢间抱歉 应该是氢化物里面的CN 也有一个间接啊 但是氢化物那个就不能叫太间 那么两个氢基酸加在一起的这个物质 我们就把它叫做双太或叫二太 如果是三个就叫三太 很多个就叫多太 那么有太这个字 我们又给它另外一个名词 如果我们单独就是要讲两个三个 所构成的这个太 我们又把它叫做生太 那也许有同学会想到说 氢基酸会形成太 形成多太 那氢基酸也会构成蛋白质 那到底蛋白质跟太有没有差别 跟多太有没有差别 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两种解释的方法 一种解释的方法是 这个生态 生态跟蛋白质 一个呢是还没有功能的 蛋白质呢是有功能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我们体内 这个蛋白质是需要经过修饰的 需要经过修饰才会具有功能 那它会从多太炼被修饰变成蛋白质 才会有功能 另外一种说法是 生态是小于一定的数量的氨基酸 例如说小于100个氨基酸所组成 蛋白质是大于100个氨基酸所组成 所以多太炼 生态多太炼 它们是比较少 比较小的组成 蛋白质是比较大的组成 也有这样的说法 好那我们就来看其中一种说法 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 一堆氨基酸的序列所串起来的一条长长的链子 我们就把它叫一级结构 但此时我们只 课本会说它只是叫做 这时候还是叫做多太炼 此时呢它还是没有功能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蛋白质需要有功能 需要呢折叠成特定的形状 什么特定的形状 例如有两个很常见的结构 一个叫做α螺旋 一个叫β折片 这个α螺旋跟β折片 是看这个氨基酸它本身的特性 就会自然而然的让它变成一个螺旋状 或是β折板状 这个字跑掉了 这个是α跟β 那为什么氨基酸的序列会自然而然的 它变成例如说螺旋形呢 那这个如果去掉它的氨基酸序列的话 例如 这边可能是一个带正电荷的氨基酸 这边是一个带 这边是带负电荷的氨基酸 这边带正电荷 那么因为正负相吸的关系 所以 所以它就会 原本是常常直折一条 就会被吸起来 那吸起来的过程里面 交替的出现 那么它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螺旋的形状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还是叫多态链 直到变成像三级结构开始 我们呢 才把它叫做蛋白质 因为这个时候呢 才会具有功能 那三级结构里面 可能就会具有一些β的折片 一些α的螺旋 这时候就会变成是有功能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叫蛋白质 但是也有一些蛋白质 它的结构会比较复杂 它会由两三四个以上的三级结构 所构成的四级结构 才会变成完整的蛋白质的结构 那所以 不同的蛋白质 有些只有到三级结构就完成了 有一些必须到四级结构才完成 例如 最右边这张图 它就是真实的表示出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蛋白质 叫做血红素 血红素呢 它会由两个α次单位跟两个β次单位所组成 也就是它会有四个三级结构所组成 它会有四个三级结构才变成一个四级结构 那你单独拿血红素的一个α次单位出来 它是没有办法单独作用的 那所以总而言之 蛋白质从刚刚被做出来 到折叠成特定的形状 它才会具有功能 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从多态链修饰完 变成蛋白质的过程 这种说法就是多态链是没有功能的 蛋白质是有功能的 第三个我们来看子质 子质呢 只要在子质里面 我们这边介绍三大类 这三类呢 通通都是不具即性也不容于水 甚至这边就是油嘛 油水不互容 那讲到子质 各位就立刻想到 它里面所储存的能量很多 燃烧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的能量 然后也是我们构成细胞的重要组成分 这边呢 供各位跟各位介绍三种类型 分别是中性脂肪 磷脂质跟肋骨醇 中性脂肪 它是由一分子的甘油 加三分子的脂肪酸所组成的 那 我们看它一分子的甘油 是长成这个形状 然后呢 三分子的脂肪 会长成像这个形状 构成了这个结构 叫做三酸甘油脂 这个我知道各位国中有学过 脂类是酸加什么所组成的呢 是酸加醇 所以其实甘油 它就是一种醇类 它是丙三醇 它是丙三醇 那么呢 这个丙三醇跟三个脂肪酸所组成的结构 各位第二个问题想请问您 它会脱掉几个水呢 你看哦 假设这个地方 跟这边相接 这边跟这边相接 这边跟这边相接 会丢掉几个水呢 会丢掉三个水 所以中性脂在合成过程里面 它一样是一个脱水的反应 那这个结构 我们就把它叫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它身上会有三个脂肪酸 这三个脂肪酸 在依照它所组成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 饱和与否 是看它上面有没有这个双腱 如果有双腱 我们就叫不饱和脂肪酸 并且它的结构会比较歪曲一点 好 那这个比较歪曲一点会怎么样呢 如果结构上比较歪曲 分子之间的距离就会比较大 也就是在相同的室温之下 分子间距离较大 反之 如果说是 饱和脂肪酸 大家都站着直直的 那么 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 分子间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常温之下 就会呈现固态 例如各位如果说 晚餐有吃鸡肉 那炒完鸡肉有流出的油 如果冷掉了之后 是不是会变成一整块油呢 鸡肉 猪肉 牛肉 都是会变成一整块油 那个就是动物性的脂肪 反之 如果说您有稍微 有会炒过菜 如果是用什么葵花籽油 大豆沙拉油 这些植物油 在室温之下 都是呈现液态 而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具有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在结构上面呢 因为有个双腱 所以会变成有一个弯曲的角度 这个弯曲的角度 会让它的分子间距离比较大 因此在常温之下 会呈现液态的状况 但是它们通通都是属于 三酸甘油脂 这个三酸甘油脂 再讲个小常识 饱和脂肪酸 我们会说不要吃太多 所以我们很少家里面会有 牛油会猪油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牛油猪油吃太多 会对心血管不好 但是不饱和脂肪酸就一定好吗 那可也不一定哦 这个双腱的结构 会让它弯曲一个角度 同时它还可以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在双腱的两侧 是歪向同一侧 我们叫顺势 如果是歪向不同侧 我们就把它叫做反式 这个反式脂肪酸 可是我们的心血管的杀手 它比刚刚我讲的 饱和脂肪酸更厉害 如果我们吃太多反式脂肪的话 那么我们会导致 高血脂跟脂肪肝的问题 那怎么会吃到反式脂肪呢 如果我们家里面会用 氢化植物油 也就是固态的植物奶油 这个有一个产品名叫乳马林 乳马林很久以前 制造的不是很好的时候 制造过程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 但是根据我去查验 现在的植物奶油里面 应该都已经完全氢化 因此不大会具有反式脂肪 各位只要在吃东西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成分有没有提到反式脂肪就可以了 第二种脂质 我们介绍磷脂质 磷脂质的结构 其实跟三川甘油脂很像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它的结构长这样 各位请看 它的结构里面碳氢氧都有 同时磷脂质还具有磷酸基 还有一个寒氮的物质 而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三川甘油脂 全部都是由碳氢氧所组成 所以整个脂质来看 不同的脂质 它所具有的元素其实不大一样 然后磷脂质 它其实这里一样是一个甘油 但是它的三个OH基 只接了两只脚 其中有一只脚 跑去接了一个磷酸基 还有寒氮的物质 结果上面这个地方 各位请看 是不是有带电荷 好 这个有带电荷 就会使得它这个地方 是一个水溶性的部分 然后这里是氢水性的部分 这里是氢脂性的部分 这同一个分子 同时具有氢水跟氢脂性的特性 我们把这种分子叫做两性分子 这个两性分子呢 它就可以担当一个重任 就是它在水中 可以自动的变成纸双层的结构 因此我们的细胞膜 就可以由它来组成 不能用其他的纸质来组成 第三种质值 我们介绍类固醇 类固醇的结构 跟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都完全不大一样 它是由四个环的分子所组成 那没有脂肪酸 然后呢 我们动物里面 常常身体会具有胆固醇 然后胆固醇 还可以我们再利用它 去衍生出我们重要的 雄性跟雌性激素 所以胆固醇 一听各位可能就会觉得 哦这个东西不好 但其实它没有不好 直接吃的适量 对我们身体都是很重要的哦 好这边再一个小百科 另外其实如果要讲 还有第四种质值 叫做蜡 这个蜡呢 它一样是一种 一种质类 就是它是由 常链脂肪酸 加常链醇 酸加醇等于质 好那 常链是一个很非极性的结构 因此蜡非常的 不容于水 好那么 那个水果外表的那个亮晶晶的果蜡 或是蜜蜂的蜜蜡 都是用来做防水用的哦 好 二三 这是第四个 我们介绍核酸 核酸哦 它包括去养核糖核酸跟核糖核酸 然后核酸是由核肝酸所组成的 好核酸由核肝酸所组成 核肝酸呢在由武炭糖含氮碱基跟磷酸根所组成 好 功哥这边有一个小口诀 台语我们介绍有一种食物 它吃起来有点酸酸的 有一点甜甜的 又有点咸咸的 我们台语把它叫 这是什么的台语呢 哦 是密件的台语 所以呢 我的口诀是 核酸是由核肝酸所组成 核肝酸是由 这三个构造所组成 好那么核酸包括DNA跟RNA功能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不仔细介绍它的功能 因为这是后面的章节 这边先介绍它的组成分 DNA的核肝酸是由 去氧核糖跟ATCG所组成 然后组成起来的大元件是一个双骨螺旋 RNA是核糖跟AUCG T跟U是具有差别的 好这是不同的寒氮碱基 然后RNA通常是单骨的形式 放大来看 这是一个双骨螺旋DNA 好下面这是一个RNA的示意图 它们单一个元件都是GAM3D 所构成的核肝酸 但是糖一个是核糖 一个是去氧核糖 然后它上面的寒氮碱基呢 A跟G都一样 这是属于票灵类 C也都一样 但是T跟U就是RNA跟DNA所组成的差别 那么CTU这三种都属于密定类 好这个票灵的密定应该也不用去死背 它只是想跟各位介绍就是 它里面所构成的这个元件的名字 是属于票灵或密定 好那核肝酸它除了可以构成核酸之外 也有一些特别的核肝酸会具有重要的反应 例如我们后面会不断的强调ATP 它是我们身上的能量单位 同时它也可以构成RNA的原料 好那ATP是当作能量单位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做个总summary 哦那个我们在上支影片已经有讲到 糖类是由碳氢氧所组成 蛋白质呢它是氨基酸 所以有氨基 然后有两种氨基酸会具有硫 脂质大部分都是碳氢氧所组成 但是功课这边补充一下 氨基酸呢 这种质质 它除了碳氢氧之外 还具有氨还有氨 好那核酸我刚忘记讲了 核酸是由核肝酸组成 碳氢氧是老班底 然后呢它还具有含氮碱基 还有氨酸根 所以它具有氨跟氨 好这个表格请各位 就是特别要注记在您的课本的地方 很重要哦 最后 二三四第五个 我们介绍的一个 大家都不晓得它是有机物的东西 是维生素 维生素呢 我们动物几乎都没有办法自己合成 只有一种可以自己合成 是维生素D 剩下的我们都必须要靠吃植物才能获得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吃蔬菜吃水果可以得到维生素 然后维生素B群跟C 因为很容易排出体外 是属于水溶性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补充 所以我们在吃综合维他命 常常就会吃B群 吃维他命C 就比较少听到会特别去吃AD、E、K 这些脂溶性的物质 原因是因为它们是脂溶性 所以比较容易累积在体内 我们人类啊 全部都要靠饮食 但是唯一一个可以自行合成的 就是维生素D 剩下的A、E、K 我们还是要靠食物来获得 以上介绍完一之一的部分 最是许重饱 我们oston可以带 hen ��을只owa 一起打 预备 这次变化